好,大家就继续我们的大妈春 这一条片最主要是因为 这个大妈春自己有了一个微信群 他很积极地叫不同的粉丝进入微信群 为什么呢? 对一些要建立他的抖音群群 他需要搞一些微信群 那些捧他牆的人就会加入 先沟通好了,这群人就会成为他的粉丝 这些粉丝之后就主力支持他 比如说他做带货就会特别跟他买东西 起码已经有一群最忠实的分子 所以这个微信群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大妈春开始的时候做这个抖音 他就说你快点加我群啊,加我群啊,加我群啊 他经常去这种东西,入群啊,入群啊 加到太多人入群了,于是微信就停了 因为微信入群是有限制的,应该是500人的 如果有人退出,大妈春当然可以踢走人的 他才会让新人进来 所以大家在这个群里面,大妈春就会用很多时间去跟他沟通 大家在沟通的时候出现一些障碍 那我们来听听一下,究竟有什么障碍呢 究竟大妈春初次跟这些群去沟通的时候 我想在这个群里面,你们都开过这些群 大家会有讨论一些东西的 因为这个群主要是大妈春的 所以自然他就发现了一些人 跟他想象中有点不同 我们来听一听,看看大妈春的反应是怎样的 正如以后我们会在直播间带货 我当然要提我老公,几多米,要过米,没有说钱 就这样跟他说,说钱别人会封豪,就是这么简单 说什么 这里其实大妈春有一段一段不同的录音 最简单的用声音来解答了很多人 打字来告诉他一些问题 为什么你要在直播中说多少米,多少米,多少米 因为在抖音中说,因为可能他有一些国家限制 你不要在那里常常说钱,要不然他会封豪 于是他不希望你叫人给钱什么的东西 于是你不要说钱,说米,就用这个字来取代了他 他要解释,所以要提涵白,涵白他玩不惯抖音这些东西 他也没有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到大妈春就提醒他,你不要说多少钱 说你儿子欠你多少钱,你就说多少米,多少米 于是就取代了他去解释这些东西 才算爽的,才有安全感的,才有保证的,行不行啊 他点面会是站的事 我老公从来没有看过公立医院,全部是私家医院看的 你儿子欠 他这里最主要是回应他群体里的人,质疑他 喂,有什么搞错啊,你老公啊,是不是啊 又要用这么有钱,已经有几百万,有什么搞错啊 还用完这些政府资源,走去公立医院看医生 有什么搞错啊,有几百万身家啊,还之前说过千万啊 那不对啊,是不是啊 有些人就说,你干什么呀,要经常拿回那些钱 你侯主的钱干什么呀,是不是你想要啊 你很明显看到 大妈春 感觉 他的群里面 不是全部是粉丝 很多人是冲着他而来的 似乎是对他很不友善 这个就是大妈春 对整个群的一个恶言 因为他原本跟这些人去沟通的时候 他想起来很舒服 哇,谁知道你个个人是侧着我 他就很生气了 于是乎 你看到他 大声大气,骂人 什么呀 我老公说要拿回那些钱才爽啊,是不是 记住,这个是很广东人的爽法 爽啊,才爽啊 才可以啊,行不行啊 那些钱是他的嘛 这一样东西,如果你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和你解读了 告诉你,这些钱不是大妈春 不是这个鹹白的 大妈春 中了一招 我跟你说,所以呢 不要紧了 一会儿 如果你之前听了你就知道 其实整个是 老千计状元才 老千,骗回老千 这个鹹白根本 他就没有这些钱 但是他就有这个传接 原来是两个人一起签名 接着还要是 老婆剩下给女儿的 女儿就看着你的钱 你一动 我就压死你 所以这个鹹白根本就动不了这些钱 女儿就没有办法给到这个大妈春 所以那些人说,你怕不怕? 他不怕 为什么呢?他都没有这些钱 动不了,为什么怕呢? 现在反而是大妈春被他骗了 床就上了,分就结了 是不是? 他是没有了几十万的 对的 但是他不会再输下去 因为他根本这些钱是没有了 是不到他动的 但是他现在 虽然说是什么呢? 他现在都是想要拿钱 为什么呢? 他不是拿回那些钱 每个月都要给他一些钱 我要生活的是不是? 你有没有搞错啊? 如果我有事怎么办呢? 他现在的子女就脱了你 连每个月的利息都不给你 这件事就是 是涵白和子女之间破裂的最重要的位置 并不是说他拿不回那些钱 根本的钱就不是他 他知道的 但是问题是 喂,那些息我可以用的嘛 现在息也没有了 为什么呢? 你喜欢这个女人嘛 好吧,你只要四千块钱 你便用了 因为每个月原本的子女 就等他拿一些钱的 拿一些利息 他可以拿去走的 那就跟银行谈好了 本金他就不能拿的 所以银行一同用本金的时候 就立刻通知他的子女 就立刻没收钱 你就没得教了 所以现在涵白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每个月的钱都没有 这一个就是涵白和子女 翻面的中间最重大的事情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个大妈春 怎样和那些 所谓的 入了group的人呢 就开始慢慢对骂了 他说了粗口的 因为呢 如果我们播出来的 就是黄标的 所以我就嘟嘟了去 所以不好意思 大家听不到 你可以听到这一件事 你可以看到 其实大妈春是一个什么人呢 他就是一个非常粗鲁的人 所以你说如果他是一般的服务员呢 我们是很难相信的 而且一般的服务员 都不是这样的态度的 所以呢 嗯 大家都会知道呢 我一早已经说了 他就是东莞里面 很聪明的一个 技术人员 对不对 你明白 这班人呢 就很粗鲁的 小心一点 这样的人 这样的心态 变态 我看你不是 就当你们是垃圾 真心生活 就不用要钱 做得生活得到的吗 你告得生活得到的吗 没钱全部难行 你明白吗 这个 喏 大妈春呢 其实真是 很明显的 他每一次提到自己 都是说钱钱钱钱的 这个其实呢 你用大妈来去 论断他都OK 没问题的 因为其实整个的 中国来说 这些大妈都是 非常赶钱的 现实世界 在这个的 共产国家里面 大家都在说钱 不是说钱 就是这样 爱对他来说 是反而不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钱 钱就是爱 没有钱谁说爱 很现实的 所以呢 就 已经训练到 所有这班 这样的女人 都是这样的了 就是钱 有钱就是这样的 那么 他原本想着 就是 为什么他大妈 会这么生气 你看到 首先你要知道 这个 所谓的群 其实就是他的 一个 的 因为这班人 应该是 全部都是他的粉丝 所以他想着 先跟他谈谈 先 培养好感情 跟着呢 这班人每一次 可能每人都会 跟我买一千几百 这样的 钱 起码有 十几二十万 生意额 有个基数 谁知道他第一次 跟这班人 去沟通的时候 就发现死了 原来很多黑粉 一边来 是想逗一下他 玩的 包括现在 你谈这些人 就是这样 那些人反而最活躍 他真的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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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全是喜欢玩的 尤其是 你看到 他们在这个表现中 你会发觉 他们不是国内人 他们在玩 大妈 他就 打他这样 打他那样 国内人不是这样 国内人 要对付你 他会把你 撥到政治 那边 打黑你 你会说 你爱国势力 你欧美 什么什么 跟政治有关 打下去 你就死定了 所以 无论是小孩子 和大人 他们都惯性 对付别人 就会说 你是不是什么什么的 你试试看 这些大陆片 都是这样的 现在欧美 什么什么 对付我们美国 你不是想死 一旦 就把你撥下去 这个政治区域 接着 就说你是那边影响的 那就 就 就 潑里污水 你这样 对他们来说 你就是无法反抗 怎样 插叉你 都对了 整个模式 是这样的 但是对香港人来说 香港人就没有这个习惯 他不是一个政治认识 你不见香港人说 有什么搞错 你拗美势力 你离谱 他们不会敢说话 大陆人就会说话 但是 你所见到这一班 就是 就是来隔下他们 香港人 他们入到这个微信群 就会玩 你死八婆 你什么什么 你贪钱 战家 他很开心 搞得你很生气 很猛烈 所以这个大妈春 想着这个群 有这么多人 你想想 五百个人 群爆了 五百个人 每人一百元 就五万元 是不是 那如果一千元 就五十万 所以他有十多二十万 他想着这一班人 可以拖得住他的 有些人甚至开两三个群 你买几个电话 所以现在这个大妈春 就觉得很无忍 因为为什么呢 所以他为什么 先要做直播 之前要搞很多东西 我想 你开始看到他的部署了 因为先要搞一些直播 因为你一来就带货 可能你没有这么多人 来光顾你买 那气势就不够了 所以先做一个群 群的群 甚至是开很多群 比如你开十个群 十个群都真的 每个五百 那你就有五千个粉丝 对不对 我说你有五千个粉丝 就当有十分人 你有五百个 是真的会出一千元给你买 那不错 我有五十万 那你就有一定的数字 数额在那里 所以你永远都是先开群 就测试一下有多少 对自己的忠心 那好了 可以了 这有点像是我们做Patreon 好像我现在开始搞我的Patreon 就是当我的subscribe 有差不多 我知道 咦 我总是移动过去 就是这个Patreon 就是一定的人 去支持你 因为 你的subscribe量足够 你才可以做到这个 有意义的 要不然你的钱太少 就无谓了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整体 而这个 淡白春 就了解了这个 所以他一定会知道 如何移动这个 原来是一大堆黑粉 很生气 所以他对骂 当中你当然可以看到很多 但是你最重要会看到 他对那个 粉丝团 这个群是很失望的 令到他说什么搞错 因为他没有想过是一群这样的人 结果就引起了一群麻战 但是当然 这群来自香港的 建盘战士当然是很开心 他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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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春不太懂得理解这些 这个也可以说 是中国矛盾 大家的不同 大妈春想着 跟他们说道理 真的没有意义 他还是被人惹怒了 其实这群网民 就是想惹怒他 是的 大妈春 吹哑你 就是这样 所以他不太理解这些 不是受惯这些刺激的 好了 接着听下去 看看他们有什么说 这里要小心点去理解 就是大妈春 很直接说了那句话 我当然是想维护我们的账号 不会这么快被人封 是不是 他不是说 不会被人封 是不会这么快被人封 其实 在这里看到 大妈春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他知道 他自己也是一个 不好的形象走进来 可能终于一天被人封 他有个心理准备 所以他说 不要这么容易被人封 这个就是他心里面的 就是 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我们又说 就是 劉定坚说 他后面应该有财团 跟他谈了 他其实很愿意 跟一些财团去谈 因为为什么呢 这些网红的财团 他们本身 就是比较有势力 在国内 如果你理解 就知道 因为他在你身上赚钱 他自己有势力 他就会跟一些 抖音 跟其他平台 是有这个 协调的方式 就是 当然 如果你不是太过分的话 他都可以令到你 可以生存在 他可以做得到 以前我们都会 可以认识快手 那些幕后人员 我们都知道 有什么办法 人家不可以沟通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沟通 看看你的能量是多少 如果你跟他有很多生意来往 更多可以认识 里面的人 可以找一些人来跟他谈谈 大陆也是这样 所以呢 大妈春很明白 整个生态是怎样 所以呢 他要尽量要 结合这些势力 把他自己保护到 因为现在这种 不好的形象 败坏的形象 如何包装 去变成这个市场 销售的网红呢 是很难的 但是当然 在大陆是可以的 因为他们的独立标准是不同的 所以我跟你说 这件事是全新的 但是也是因为 大妈春在这个市场上 他很独一无二 其他人就很难 有一个中年的女人去卖到这些东西 很少很少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独特性 但是大妈春是不笨的 他会觉得 咦 有一天如果那个不行了 就要想定 所以他 他是聪明的 他人是聪明的 不会是傻一傻 想着 哎呀我一世 怎样怎样 他不会这么快想到那么尽致 但是他也很step by step 你会建立 你很简单 如果不跟你说 你不会知道的 总之先建立自己的群 那就好了 又养了这些人 有这么多了 他又会来到 不断问问题 不断点赞 不断打赏 不断打赏 什么东西 整个直播安成就很丰富了 有很多东西 对不对 所以要知道 为什么会做群 他们入群入群入群 快入群 这个很重要 所以之前他不会立即做直播 先养好了这班中心的粉丝 好继续听 下下说钱字是不行的 你不知道的 什么意思 我提醒我老公 没说钱字 震亮少说 要说米字 又契定 早起就可以了 人家退休又再重复 不可以 大妈春在不同的片段里面 其实你看到他 他很重视这个抖音平台 因為他真的要靠這個平台 這一群粉絲 他原本想著 因為他已經說下個禮拜要做這個大課 所以他很老實氣 他沒想到 這一群粉絲 原來又要重新再搞 因為很簡單 你當有500個粉絲群 已經爆了 然後你要重新再搞 可能裏面有200個 是黑粉絲 死了 又要重新再搞 又要叫人們再進去 你又不知道裏面有多少個黑粉絲 對呀 跟你說 這個就是麻煩 大媽春是一個負面人物 你就一定會有黑粉絲 你不斷要清洗 清洗完之後 剩下的才是支持者 所以這個是要一個 時間的 一定是這樣 如果你像我們這樣 做YouTuber 或者做QL 沒有什麼所謂的 你如果不適合的話 就要剩下它 封掉它 剩下的就容易了 那些都是 大家可以的 同一個方向 你不會太難的 那個位置 總之封封封封封封 如果你覺得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沒有興趣 他真的是來搞你的 然後覺得 你封我好快 看不到 他不搞你的 很快 但是 什麼就是麻煩 他有點隱伏 他不出聲 然後他慢慢搞你 中間就 因為 他可以弄亂你的裙 是啊 所以很麻煩 相對來說 做抖音 先是用微信來弄這個裙 是比較鬧鬧的 沒有什麼容易 因為他的隱匯性 沒有那麼大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麻煩道理 好 我們繼續聽一下 大媽春的故事 你問 這些東西做什麼 你查我呀 由我老公又塞好這稿 我有沒有看過 我看過又怎樣 沒看過又怎樣 你是不是有病呀 什麼時候 什麼我叫他這樣讀呀 你聽一下大媽春的感覺 其實他有一個警覺 是非常強烈的 就是什麼 你查我呀 這個就很重要 為什麼呢 對大媽春來說 他很怕人查他的背景 對嗎 如果像我們這樣 沒所謂 你不就查我 你把所有東西都說出來 他亂說的 扭曲來說而已 但是那些不是秘密 對嗎 所以你無所謂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黑歷史 那就不同 你就走我呀 為什麼呢 大媽春就有黑歷史 所以他一直都不想 別人去爆他的秘密 於是乎 你一說到 關於他的背後的東西 他就非常敏感 只有這種人是這樣的 因為為什麼 我不想你知道我過去呀 喂 你不是再介紹小燕的事情 不要搞了 對不對 你現在怎樣 你查我呀 我跟你說 你查我也沒用的 為什麼 我不會被你查得出的 你這個壞人 快點出群呀 這就是他對 這種粉絲的態度 他不會被人查得的 OK 看看後面先 你什麼意思先 看來你都不是同一類人的啦 你快出群啦 不用我動手呀 快出群呀 即是快出群 即是快點離開這個群 這樣 是呀 不用他動手 因為他可以 就刮了你出去的 但是當然他要動手 對不對 但是他要繼續去說話 就麻煩啦 是這樣的啦 即是上一年多 要捉了這麼多的東西 那麼最重要 就是這裡你記住 就是大媽春很快 很怕被人 就是將他的醜事 揭發出來的 於是乎呢 他很想快點 將這些這樣的人 踢出群踢出群踢出群 不要揭穿他的東西 好繼續聽一下 大媽春的 自己的說話 你直接在這裏索料啦 我跟你說 我們走得正 從來是沒有什麼 見不得人的 你怎麼索都沒有用的 這裡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他就說你在這裏索料啦 他開始感應到 你們這一班人 特意來入群 其實想索料 索料的意思是什麼 即是說在大媽的身上 拿到一些他的秘密 就叫索料 你不一樣的 你說你去 就是 想在 查我 查我就可能在外面查 對不對 索料就不一樣 茶呢 你可能 走去東莞查 有些 在他的家鄉查 有些料 對不對 但是 索料就不一樣 索料就在他身上 所以他說 什麼意思呀你呀 你不用指望索料了 因為為什麼 他自己 是不會把他的資料爆出來的 那你就索不了 是不是 你想索 索不了啦 你不用指望了 因為他是不會把他自己的秘密 隨隨便便說給你聽 他很清楚 關上嘴 你就說不到 索不了 是不是 英俊 你索不了 索不了 你走吧 快點出群 這樣 這個是 大馬春 他自己在 這麽多年裏 很重要的 因為 逢是有黑歷史的人 他就很謹慎自己的 言論 盡量 不要讓人知道 所以你看到 大馬春在這方面 是很謹慎的 所以 你是不是想索料 你是不是想查我 經常說這些東西 如果你 都沒有黑歷史 人正正經經 正常讀書生活 什麼東西 劉定堅 你不是說 什麼時候 什麼都說得 有所謹慎 你覺得是秘密 今上不是秘密 個人都知道 沒事 有什麼黑歷史 所以 你要知道 有黑歷史的人 才是很害怕的 不想讓人 說到一些 揭發到 小燕的情況 那就糟糕了 要拿一幅 側面的 頂一頂 都要戴開了 所以就麻煩了 繼續聽 大馬春的 說話 你這樣 我都不希望 你是我的粉絲 真是麻煩你 我該交代 我會跟 東張西網交代 我沒有必要向你交代嗎 這裡又要說了 另一個位置 他是該交代的 就跟 東張西網交代 什麼意思呢 大馬春 其實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說了 他現在是跟 東張西網結盟 東張西網是怎樣 可以令到他覺得OK呢 我給你一個平台 你可以澄清很多東西 對大馬春來講 因為他可以入到 廣東的位置 所以 東張西網是重要的 於是有什麼交代 我們就去東張西網交代 誰跟你的人說那麼多 這是大馬春的 心態 所以 我用不著跟你們說 你省點吧 東張西網已經成為了大馬春的澄清平台 不需要其他的去教 好繼續聽大馬春的 聲音 每一步 都有天 胡自我 跟你們說 你們這樣 衰格 不斷炒 以為我老公會拿草稿 你這裏有兩樣東西 你其實真的很喜歡說粗口 可能是難吃 這樣衰格 其實就是把一些粗口硬 硬扭曲了 X衰格 對不對 這樣就 這樣衰格 他講習慣了 於是又不能夠 於是四個字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 單一單字 這樣說出來 但我覺得他不是專程的 他要扭 中間扭了 廢話說粗口 這樣表達出來 但是 你要知道 他越來越感覺到 那些人 原來進入這個群 很多人是想 刮他多一點東西 然後就 在場外唱衰他 說他衰 怎樣怎樣 所以對大花春兒說 他就開始警覺 就是 這些人原來 就來 一大堆的 所謂的粉絲 所謂的群 原來全部是針對他而來的 他自己寫意 由上推了 在我身上 我教他 你說什麼什麼 仇權 我講這些 你講這些 我知道你在這裏想 作死 你就是想 作死 你想作死 即是說你想 在這裏 玩東西 在這裏弄死我 你想 你作死 你作死是你去死 當然 在這一個 過程當中 最重要是因為 他不想人家感覺到 他在搖控 這個 涵白 因為很多人都說 你在裏面 你一直在搖控 看到涵白 是蠢一點的 當然 如果你看回 之前那條片 我都說 蠢是的 他是蠢 但是 他一樣 在玩東西 他不是一個 絕對的受害者 涵白 就一樣是很厲害的 那整個 大媽春 現在和涵白的玩法 就是 大家要 扭少少 即是不能夠 再把涵白 做一個絕對的受害者 他絕對不是 他是非常之知道 他自己搞什麼 而且 他在利用這個機會的話 就 繼續 拿他的 著數 看有沒有機會 逼到那些子女 就 給一部分的錢 為什麼呢 他原本可以拿一些利息 他希望再繼續 拿到這個 好 聽完大媽春的 位置 他開始 和一些 粉絲 在這個 和涵白的信件裡面 有這些爭拗 幸好我 前晚 四月十年 早上 一直 在這裡休息 還睡到九點半 老公才叫醒我 他一大早 他六七點起床 還在這裡自己寫 如果 平時那些東西 他真的會叫我代筆 是寫的 幸好那天 他見我這麼累 這麼辛苦 留我 多睡一會兒 睡一會兒 睡一會兒 才叫我 哼 你說是不是 有天狐之母 你那些 正是 不知 怎麼說你的人 真 我跟你說 我還叫我老公 我很喜歡那些錢 我說有我 有我 一旦飯吃他就有了 但是我老公 意思就是要追 那麼你又 這裏其實都要講一講他有關於 涵白去追 那些錢的問題 因為呢 其實就 最好就不要追 因為為什麼呢 這裏 我好像在下面那裏都有說過 就是有關於 如果追那些錢的話 可能 不只是 涵白要努力 這個大媽也要付出 大哥 很麻煩的 因為你知道 如果追的錢 涵白是沒有錢的 沒有錢追的 要追的話 就是大媽要跌錢 出來找律師追 有律師費的大哥 這件事就很大件事了 為什麼 喂 那些錢 追到就說你涵白的 是不是呀 或者你會跌一些給我 最嚴重的就是問題 現在的錢好像是追不到的 但是你硬要追下去的話 這樣就很麻煩的 為什麼 因為要求錢的話 你要追 你就沒有這個 那個免費律師費 你要我和你付 那大媽說 你想清楚 我不會和你付錢的 你不要叫我追 這個現在是卡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大媽春說 你不要追啦 不要搞啦 大哥 我是不會出這個錢的 中間有這個矛盾 所以現在他們之間 是 這一點 未必可以完全解決 大家要小心一點 去理解這一點 大媽春 絕對不是很想 這個涵白的追這個錢 再追的話 他就麻煩了 好 我們今集就講到這裡 還有一部分 是在下面的 我們在這個 下面那條影片 就會繼續和大家 去討論有關於 涵白與大媽春 在自己的群組裏面 討論這些 非常操作的 說一些話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記得 訂閱 點讚 多謝 拜拜 拜拜